中华民国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 日前辞世 向其寿98岁 到洛杉矶台湾会馆 设置追思处两周 提供侨胞及国际友人就近悼念 包括住洛杉矶办事处长黄敏敬 侨委会侨教中心主任张浩军 加州约巴林达市议员黄瑞亚 及数十位侨胞出席追思仪式 表达缅怀之意 这边对我们李前总统缅怀 那么彰显给美国社会 我们台湾人民 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这个社会 我们共同珍惜的 就是我们台湾这故乡 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 我非常佩服他 我觉得很勇敢的 他这样子把台湾踏出来 因为台湾民主自由 其实变成他现在 他在世界上的一个护身符 追思会场墙上贴着李前总统 2005年访问洛杉矶的照片 这里每衣服都是旅美医师 林荣松拍摄的 他回忆起当年李登辉 即便高龄80多岁 人为台湾打拼 内心只有佩服 民主得来不易 除了感激李前总统以外 我们还是要把台湾 这个民主制度好好的保存下来 要珍惜它 洛杉矶侨胞感念李登辉 一生为台湾民主贡献 除了献花致敬也在留言板上写满了 对他的感谢及观念